一早帶著小孫子到動物園 卻鋪了空 祖孫倆難以失望 因為實在現在要找安全的地方 想說是比較空曠 是啊 那就是疫情期間 大家都互相配合 希望疫情趕快過去 但不只他們這樣 這個戶外的 跟那個有關係嗎 這個也是會群聚 他說公有場館 對啊 跟我常常來臨時 當日最重要 一堆小朋友要來看動物園 喔 大概有多少小朋友 大概有十幾個吧 就是因為疫情嚴峻 被市十四號下午宣布 公有場館暫停開放 但很多人沒想到 動物園也算在範圍內 要有那個那個 有告示 你要寫東圍貓爛 有人好生氣 不過暫停開放的還有這 疫情情節即便是開放空間的兒童新樂園 一樣是暫時休園的 更別說是密閉空間的科教館 現在也是暫停開放 另外故宮國父紀念館 松山文創園區 這些場地也都暫時不能用 還有位在關渡的奈良美智展 宣布暫停開放到6月8號 至於6月4號到6號 職棒本來要在天母棒球場 進行三連戰 現在也要踩閉門開打 也就是觀眾不得入場方式 全面防堵疫情擴散 TVBS新聞無愧離聚恒台北報道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使